哈囉,歡迎來到地平線的頻道 相信各位都有在外面用公用電腦 卻苦於沒有安裝自己要用的程式 每次都要自己裝的經驗 這部影片就要來教大家利用Windows2Go功能 把自己的作業系統帶著走 首先,請準備好您的外接式儲存裝置 像是隨身碟、外接硬碟等等 切面最好為USB3.0以上的 2.0也是可以,只是速度會苦不堪言 容量最低為32GB 不過光裝完Winds就滿了 所以最好還是64GB以上 然後要下載Winds的安裝檔 下載連結我會放在說明欄 這邊以Chrome的覽覽器做示範 到這個頁面按下F12 然後把這個按鈕點開 再重新整理頁面 這時就會發現網頁變了 按下F12 再按選取版本 選Windows10 按確認 再選您想要的語言版本 這邊以繁體中文示範 再按確認 這時可以選要下載32位元 直接是儲存裝置接上電腦 再把這個工具程式打開 如果裝置能來沒有自己的儲存裝置 就把這個勾點開 這樣就可以選了 然後按下這個選擇按鈕 再選剛剛下載的Winds安裝檔 印象檔選項選Windows2go 資料分割配置不懂的話就選MBR 相容性比較高 這個勾建議取消 然後按執行 接著可以選擇要裝哪個版本 這邊以專業版示範 按OK後再按確定就會開始裝Winds了 裝完後會跳出這個視窗 按離開即可 這樣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在灌機狀態時 先將您灌完系統的儲存裝置接上電腦 然後開機也同時 狂按啟動開機選單的按鍵 這個按鍵各家廠商都設置的不一樣 可以上網查一下 您要用的電腦設置在哪顆 或者就直接狂按F8到F12的所有按鍵 基本上會中 進到開機選單後 選擇您的儲存裝置 通常會有多個選項都顯示該裝置 如果不懂就任選一個 有顯示該裝置的選項 這樣電腦就會去開您儲存裝置中的作業系統 而不會去開原有的 第一次使用時可能會自動重新開機 這時就再把開機選單叫出來 重選一次您的裝置 再來會進到Win10的初始化頁面 按照個人需求設置完就可以進桌面了 在這個系統中 裝的程式資料都會跟著您的儲存裝置走 可以到處在別台電腦使用 如果需要把東西全放在系統碟 也就是C槽 如果放在其他槽就不會跟著走 在別台電腦使用這個 自己帶的系統的方法和前面一樣 就是開機前線接上 安裝好系統的儲存裝置 然後開機時叫出開機選單選自己的裝置 祝各位使用愉快 不必再為了這點事情買筆電 這部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感謝各位觀看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 順道一提 98.9%的人看我的影片並未訂閱 所以拜託請訂閱一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